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 今天下午在北京闭幕 数十年酝酿 五年编钻 民法典迎来临门一角 人格权独立成编 首提居住权 中国首部法典将如何改变你我生活 问政中国为您聚焦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 就在今晚 各位好 我是何杰 我是尹凡 欢迎收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27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 下午三时闭幕会开始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坐 会议选举礼宾为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委员们一致赞成并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作出决定 汪洋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站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的重要时刻召开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会议与委员共商国事 全体委员围绕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落实决战决胜目标任务 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 充分体现了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汪洋指出 今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 人民政协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 以实际行动和屡职成效 交出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合格答卷 汪洋最后说 各位委员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 同心同德 开拓进取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连日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举行分组会议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高工作报告 小组审议现场气氛热烈 市委书记李强代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理代表 市委副书记代事长龚正代表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代表团团长蒋卓庆代表参加审议 在审议两高报告时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代表说 非常赞成两高报告 民法典即将进入全面有效贯彻实施阶段 法院扮演着重要角色和职能 检察院也担负着重要任务 建议以民法典出台为契机 全面系统梳立民事领域司法解释 总结民事审判检查工作经验 进一步加大民事司法审判工作力度 全面提升民事司法水平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 殷一锤代表 在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 报告充分展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站位 人民情怀和法治担当 建议更加重视视法普法工作 切实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加强对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指导 更大力度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浦东改革开放和自贸区芯片区建设 提供更多国家法治功绩 市委副书记廖国勋代表参加审议 在审议两高报告时 刘晓云代表说 全国警察机关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步 构建形势 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 四大检查法律监督总体布局 最高法推动平安中国建设 依法审理了一批重大涉黑恶犯罪案件 建议最高法增强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指导力度 完善改革配套衔接举措 张本才代表说 最高法的报告体现出司法改革 便民立民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树立中国司法国际公信力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最高检的报告体现政治自觉 主动依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 体现了担当精神和务实作风 建议最高检对全国行政检查工作 加大指导力度 特派记者北京报道 今年的两高报告篇幅虽短 但是用案例 数据 图表等干货 呈现了我国司法进程当中不平凡的一年 也引发了代表广泛的共鸣 而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代表们也是建议法院检察院 积极研判可能会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及早地做好应对 助力复工复产 代表们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 因疫情引发的矛盾纠纷 会有所增加 建议司法部门深入研判 及早做好应对 特别是要更加地 更多地采用一些想调节和解 因为有些企业 他可能还一下他就过去 然后他几百个人就业就爆炸了 国产大飞机总设计师的吴光辉代表 建议要让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跟上专利生产的速度 让企业重金投入研发时 不再顾虑重重 对此王霞代表建议 随着高新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要通过多种渠道 提升司法系统专业能力的配置 能不能利用社会的这些 相关的专家库资源 来做一些辅助的参考意见 我觉得这可以快速地解决一些问题 好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问证中国 作为今年全国两会的重要议程之一 民法典草案即将在明天的人大闭幕会上表决 这也意味着经过数十年的酝酿 五年的编撰 中国的第一部法典迎来了临门一角 中国也即将迈入民法典时代 民法典被称作社会生活百歌全书 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 几乎所有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草案分为总责 物权 合同 人格权 婚姻家庭 继承 侵权责任等七边 共计1260条十万余字 创下新中国立法史的新记录 我国曾先后于1954年 1962年 1979年和2001年 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 但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取得实际成果 因此采取了先制定民事单刑法的办法 为顺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要求 2015年3月 民法典编撰正式启动 并采取民法总则加各分编两步走的计划 2019年12月23号 合体后的民法典草案首次公开亮相 经过全体人大代表连日来的深入的讨论和审议 提交本次大会的民法典草案 已经做了100多处的修改 其中实质性的修改就有40多处 在表决前夕 上海代表团还在对草案的修改稿进行审议 力争要将这部法典打磨得更加科学 更加严谨 更加规范 在最新的草案修改稿里 大家发现上海代表团三天前热议的一条审议意见被采纳了 当时的草案第835条规定 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 未收取运费的乘运人不得请求支付运费 已经收取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请求返还 陈金莹代表认为这与国际惯例当中 预付运费该不退还的条款相悖 托运人发生不可抗力的时候 他拿出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 他说我不用退还 按照惯例我不用还 但托运人他会拿出民法典说 因为我预付的你应该还给我 这是硬伤 今天到手的草案修改稿第835条 已经加上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此外上海代表团对于高空抛物 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这一条提出的修改意见也被采纳 修改稿将有关机关的表述改为公安等机关 中国即将进入民法典时代 那么这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在北京演播室 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转项目领导小组的秘书长王毅 还有特约评论员白宇先生 共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 欢迎两位 接下来的问题想问一下白宇先生 我们知道您也是长期关注 跟民生相关的法律问题的专业人士 那么针对各种民事行为 中国已经有不少的民事单行法 比如说像合同法 继承法 婚姻法等等 也都已经相对完善了 那为什么最终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一部法典 法典它是典 不是简单的法 那么我们用的词叫做编转而不是制定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七编就是一加一 把它简单的做加法 我更把它愿意形容为是一种排列组合 其实在我们的法律的实用的过程当中 实践的过程当中 可能人们会发现有些单行法之间 它会有相对的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 现在年轻人喜欢用一个词叫做有bug 所以我们再讲一方面 我们是要满足老百姓人民群众 对于法律的需求 然后让这些bug把它去除掉 这就是什么呢 解决单行法之间的相互的冲突 不平衡的问题 是的 也想请教一下王院长 有了这份民法典之后 那么以前的那些民法的 比如说一些单行本 一些单行法 这彼此之间是种什么样的关系 会不会那些单行法 就要去相应地做一些调整了呢 想听听王院长的解读 好的 首先随着民法典的实行 那些曾经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间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些民事基本法 和单行的民事法律 他们将会被废止 他们中间行之有效的规则 也都会在实行之后的民法典中 继续地去发挥它的作用 至于在民法典之外 其他的那些单行的民伤事法律 他们仍然会继续地在民法典之外 发挥他们对社会生活 去进行调整的作用 而对于他们在适用的过程中间 有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之处 按照我们国家以往的法律传统 通常会通过 比如说最高法院 出台司法解释等等相应的方式 去做出相应的协调和回应 大家都说这个民法典囊括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有很多新鲜的规则都纳入在其中 但是也有一些规则可能不在里面 所以想听听王院长 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们取何舍的标准怎样 民法典既然称之为典 那它对于进入民法典的法律条文 一定是有门槛 有标准 有要求的 只有那些人们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间 广泛会遇到的那些问题 才会成为民法典中间所包含的法律条文 去回应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比如说海商法协调的平等主体之间的 财产关系那也很重要啊 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够进入民法典呢 就是因为它仅仅对特定的平等主体 对他们的社会交往才有用武之地 而作为中国的第一部 以法典来命名的大法 这个民法典呢 从起草之日开始 就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还有时代应急 将人格权独立成编 是这部民法典草案的最大亮点之一 也是中国的一项创举 从密知个人信息保护网 到保障私人生活安宁权 从建立反性骚扰制度防线 到应对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对伦理的挑战 人格权编均划出法律红线 与其他国家民法典出台的时期不同 中国的民法典诞生于信息时代 从总则编首次将虚拟财产和数据纳入保护范围 到各分边对电子合同 网络侵权 打印遗嘱等做出的规定 无不反映出鲜明的互联网特色 好 让我们继续跟北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 我们注意到这次的民法典 它还是有很多新的地方 比如说将人格权独立成编 而这个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设置 也想问一下王院长 您的解读是什么 究竟在民法典中间 人格权要不要独立成编 这本身是一个立法技术方案的选择问题 在我们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得到相对比较稳定有效的解决之后 人们日益重视对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所进行的确认和保障 所以我们编撰的这部民法典 一定会更加重视对人格权益的确认和保障 对 其实说到权力的保障 大家可能也知道 这民法典还是有部分热点问题 始终在社会上引起讨论 比如说有些部分 它是产生了权力的限制 所以就像比如说个人生活当中的 大家都很关心的 设置了离婚冷静期这么一个法条 您怎么看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个前提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 家是社会的单元和细胞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没有家的和谐和稳定 就不会有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如果丧失了 个人的自由受到保障 得以实现有从何谈起呢 30天听起来似乎挺长的 但是我们想一想 当两个人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 恐怕每一个人心中想的都应当是 质子之手 与子偕老 周围的亲戚和朋友送向的祝福 一定都是百年好和长长久久 对 30天 与这样的祝福和期待相比 只不过短暂的一顺而已 真的就等不及吗 对 也想问一下王院长 您看在物权方面 像私人财产保护 还有征收房屋 土地补偿方面等等 我们注意到法条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这个变化细微 但是它把国家集体个人的物权平等 写进了法条 这是怎样的一种立法思想 在物权法上边 当时它确立的规则是说 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 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而民法典物权边中间加了平等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加上可以说质地有声 那平等也是我们民法典所认可的一项基本原则 那就是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时候 是不能够对民事主体做类型的区分区别对待的 这对于完善我们的产权保护制度 是具有基础性的这样的意义和价值 对 那事实上民法典这次的这个法条的编撰 它也是体现了许多时代生活的特征 我们注意到它的法条还涉及到了许多数字时代的内容 也是第一个把网络虚拟财产权来写进民法典的国家 所以也想听听白宇先生您的观察 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它还在一定程度上面 它一定要超越时代的步伐 比如说包括这个个人隐私方面 我发个快递 那么我的这个身份信息会不会泄露 我的个人行踪会不会被不法分子所获取 会给我的生活造成影响或者侵害我的权利 你比如说关于基因工程 关于这个胎儿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在法典当中还会看到 会有很多在未来可以补充 可以填充的一些窗口 对民生关照 对权利关照 对技术包容 细数民法典的法条 平等和保护的理念贯穿时钟 例如防止高空抛物坠物 规定物业要尽安全责任 完善居住权 保障弱势群体住有所居 推动养老多样化 让继承人之外的组织和个人 也成为抚养人 确保牢有所依等等 这些社会的热点和痛点 都是民法典在编撰过程中 认真思考和试图破解的问题 而针对之前疫情防控当中 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 民法典草案也是做出了 快速反应和及时的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副会长吕洪斌就发现 他在本次大会上提交的 三个有关疫情防控的提案 都能在草案当中找到直接对应的条款 一个就是征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们知道疫情之下 政府可以依法征用 组织个人的动产和不动产 但是应该急于补偿 这样的话 对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征用行为 是一种法律规范 再比如说本次疫情防控期间 社区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那么社区里面的物业公司和业主 就有依法配合 执行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 这样的义务 针对以上最新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看出 我们国家的民法典 在编串制定过程当中 确实是开门立法 从善如流 监听则明 那么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 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 才能真正地为人民群众 所理解 所接受 所信仰 所维护 我想这就是 法治中国建设当中的 关键所在 这一次关心民法典的很多人 都认为民法典 是一部有温度的法律 所以想先问一下 王院长怎么做到 在这次民法典编撰的过程中间 就高空抛物 物品次高空坠落 致人损害 如果能够确定加害人了 当然最好 如果找不到加害人怎么办 在我们的保险制度 还不够发达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受害人的损失 如果让他自己来承受的话 可能就是难以负担之重 那怎么办 我们民法典在侵权责任边中间 就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那就是 那些有可能造成损害 但是又不能举证证明 自己就不是 实施加害行为的人 要对受害人给予补偿 给予补偿不是在承担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像这样的法定补偿义务制度 在我看来 就特别能够体现温度和力度 他们之间的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对 来问一下白宇先生 我们知道这次民法典 除了这个法条编撰 是法律人专业工作之外 其实他还实现了开门办法 开门立法 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广泛地征求了民意 所以也想听听您的观察 从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能看出来 这部法律的编撰 它是具有温度的 对 广泛地征求民意 那么结果是什么 就是民有所呼 法有所应 它真的是 关注的是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热点 焦点和难点的问题 既不回避 又给出了我们一个 解决的一个答案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 百科全书的意义所在 就像您说的 民法典从多个维度 对老百姓的生活 来进行服务和指引 所以我们能够多方面地 感受到它的力度 还有它的温度 也想问一下王院长 这样的一部民法典的编撰 它在推进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民法典本身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关键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关键的组成部分 无论是对民事主体 特别是自然人的人格权益 进行的周到的确认和保障 还是认可绿色原则 还是我们的民法典 全方位的回应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 所提出的挑战 还是我们的民法典 全方位多角度地 对民生的关键问题 去做出回应 可以说这方方面面 都既是在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又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谢谢两位的解读 你看一部民法典的诞生 它首先体现了一个国家 编撰这样一部 重要法典的能力 另外我想它也是 对我们的整个国家 现代化治理体系的 一个完善 和国家治理能力的 提升的体现 最终将会更好地 服务于我们的民生 中国两会全球视野 接下来是今天的世界看两会 我们把现场交给 正在美国华盛顿的 东方卫视记者王涛峰 涛峰你好 你好 那么疫情不分国界 全球化在于逆风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说 此次召开的中国两会 明确发出扩大开放 稳定产业链供应的声音 为世界稳定注入了信心和力量 那么纽约时报就撰文指出说 当今世界纯粹本地化的工业形式 对大规模生产来说不可想象 要遏制不尊重边界的新冠病毒 本身就需要国际的协调 因此全球化远远没有结束 肯尼亚广播公司文章就特别提到说 中国政府发出了正确的信号 那就是各国应当携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巴黎第八大学中国问题专家 皮卡尔就表示说 疫情凸显了这一倡议的紧迫性 同时这也是造福人类和平的倡议 对此前世行副行长 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学教授 伊恩·高登 前不久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强调说 全球化不仅没有结束 而且迫切需要包括 中国在内的负责任大国 来共同携手开展三项全球大合作 我们需要medicall emergency plan todeal with this emergency we need an international global collaboration to find a vaccine to produce ventilators and masks to ship them around the world number2 is we need an economic cooperation globally and thirdy we need a plan to stop the next pandemic 这需要一个巨大的投资 在国际公司的改革 在国际公司的改革 建立国际监控的能力 和反应的能力 推进全球化 需要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携手前行 但前几天 我们采访的美国前政界官员都表示说 在面对新冠病毒这个共同敌人的时候 中美摩擦令人担忧 他们呼吁要团结一致 保持同理心 我说它简直说 这种种情况 疫情开始 关系中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更加缓和困难 比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 在这段时间期中的疫情 中美国社会 有 Anything to pull together in dealing with it? It is interesting because this pandemic has created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even in the midst of having a common enemy have created some serious frictions. I think that each country has its own dynamics both with health 但也在中国与经济与经济 没有问题 中国继续成为非常重要的玩家 而且有需要 在两个方面的专业 对于全区化变局带来的产业链调整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CNBC 特别采访了业内人士 他们表示 这不一定意味着企业会从中国离开 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的成熟度和人才储备 仍然非常具有吸引力 英国前财政大臣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吉姆奥尼尔 在接着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 供应链调整会让外企撤离中国的说法站不住脚 相反 对于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合作来说 都是巨大的机会 财政大臣 中国必须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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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大致 除了只是一个很低价的国家购买键 可能是有机会更加改变 和改变一类的一招一路 或者BRI 设计其他国家 去形成和分享 这一体可能是一个大量的 提供世界货币 好的 一般我们这边的情况就这些 现在把演播室交换给你 好的 谢谢王涛峰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时隔近30年 美国试图重启核试验 地点选定 只在特朗普一声令下 潘多达磨合一旦打开 全球是否会宣起一场 前所未有的核军备竞赛 好 进入全球眼 时隔近30年 美国又动起核军备竞赛的念头 当地时间26号 五角大楼核事务高级官员 德鲁沃尔特公开表示 只要特朗普下令 美国就可以在几个月内重启核试验 德鲁沃尔特表示 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已在内华达州找到了一个 可以进行地下试验的地点 可以在几个月内进行仅需有限观测数据的快速试验 其实就在本月中旬 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就开始讨论进行自1992年以来首次现场核试验的可能性 支持者认为美方必要向对手证明有快速进行核试验的能力 此举将有助于美国在所谓多边军控条约中掌握主动权 获得最大利益 美国是全球核试验最多的国家 也是唯一在战争期间部署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数据显示 从1945年到1992年 美国共进行了1032次试验 截至1996年 全球共进行了2000多次核试验 对地球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1996年9月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联合国正式开放签署 包括美国 中国 俄罗斯在内的184个国家 成为缔约国 以推动防止核武器扩散 核裁军进程 好 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杜文龙 杜先生晚上好 我们刚才片子中里面提到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本月15号 就在内部会议中 讨论了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 11天以后 五角大楼核事务的高级官员 又做了这样的表态 您觉得这是在对外试探 还是真的要这么做了 我个人判断 还有可能要进入实质性的试验阶段 目前看两个部门联合发声 非常罕见 之前只是国防大楼 或者是五角大楼 以及军方的一些说法 主要是各个军种的利益 目前看如果国家安全部门 包括五角大楼同时发声 说明目前要进入实质性阶段 另外2012年已经进行过试验 当时这种亚铃介试验 是奥巴马时期进行的一种非核爆的试验工作 也说明在计算机模拟和亚铃介试验方面 它非常有经验 目前也是美国征军费的黄金时段 按照埃斯珀部长讲 今年受疫情影响 各军种的军费有可能大幅度下降 但为了保持核优势 这款蛋糕有多大 关键看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从征军费 以及提高国家总体做的能力去分析 目前实质性地进行核试爆 应该是主要目标 那么如果真的是实质性地 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知道核试验有两个目标 要么是检查现有的核武库的可靠性 要么就是测试新的武器设计 您觉得美国的目的 可能是这两个中的哪一个 如果按照权重分析 两种可能性都有 美国如果进行新的实验 主要是为开发新武器 目前美国低当量核弹不满意 像W76-2 虽然在天塔西号进行过猎桩 但是没有打过 也没有进行过真实的这种打击行动 如果今后在欧洲地区使用 什么效果对俄罗斯 包括北约盟国 能够产生什么的效果 这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只有在实质性的场地中 进行实验 把物理杀伤效果范围 有真实的记录 这样才能够为下一步 大规模列装提供真实的依据 另外目前美国核弹的半水期 正在逐渐接近 通过这种施暴工作 也可以检验 到底今天的数量和明天的能力 之间会有多大的差距 双方裁军都在裁数量 但是数量和质量和能力 不能够完全大 所以大概也在通过这种状态 去表明自己今后的数量和质量 能够划成等号 与俄罗斯完全有能力 在核优势方面一天高下 那么其实有人觉得很危险 有人说特朗普 此举就是在暗示 其他的拥有的核国家模仿 那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核军备竞赛 您怎么看 这场军备竞赛应该是迫在眉睫 美国把大国竞争作为核心 既然是大国竞争 核子必须要当前 而且是一个大写的核子 冷战期间的核竞赛 有一些核武器没有参加过 像低档量核弹 就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小核弹 那么如果按照现代主竞赛方式 冷战期间 核板凳上的一些板凳队员也要参加 就是目前的竞赛方式 如果快速兴起将会比冷战的参赛者更多 所引发的竞赛难度 包括竞赛效果也更加残酷 所以现在看发令枪和吹哨 有可能是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 好的 谢谢杜先生 2015年在竞选的时候 特朗普说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核三角 而核三角其实是一个国家核战略中 最基本的概念 所以很难想象要由特朗普来决定 有关核武器的任何事情 在一个疫情蔓延和经济衰退的美国 其实最不需要的就是重启核试验 这样又昂贵又危险的举动 好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拜拜 再见